Wippy 豬仔,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看看 Gran Montara 在五月份的最新施工情況 時時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Wippy 豬仔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Wippy 豬仔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吧 其實我們今天會去看看五月底的最新情況 Gran Montara 和 Montara 其實有兩個不同的關鍵日期 Montara 會比較早 大約十月中 而Gran Montara 到今年2021年的12月 3月份見到Gran Montara 那邊 有些玻璃幕牆都還未安裝 而這邊的Montara 外牆大約七七八八 而4月份來說 無論是Montara 或Gran Montara 這裏的玻璃幕牆部分 已經見到全部都安裝了 我們馬上去看看五月底 Montara 最新的施工情況 這裏就是Gran Montara 向著北面或西北面 而這裏就是Montara 向著北面或東北面 然後看著北面或西北面都 看著外牆大約七八八八 理論上 由右手邊的Montara 市中情況應該是快一點 但在外場方面,無論Gran Montauro和Montauro都差不多 我們換個角度,再走近看,看見外場的Gran Montauro都差不多 早點,外場那邊都差不多攪點了 有些個別的層數,看見還有些棚和沙 我們換個位置,這個方向就是Montauro向著東面 5月份的情況 就算你看看底座,都可以看到車1008 下面就是漢城的商場 頂層屬於Montauro和Gran Montauro會所部分 這裏就是中間馬里布 再看來就是Gran Montauro 這邊是向著南邊或西南邊來源方向 中間還有少許沙圍著露台部分 但大部分呢,就一看過去都車1008 這邊應該是一些帶單位 所以你看到玻璃網牆都比較闊 拉過去直線 距離關鍵日期,其實還有大約半年 大家可以留言 如果收到關鍵日期的最新消息 可以在留言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收到關鍵日期的最新消息 可以在留言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去Montauro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WIPP在日出公園那裡 左邊就是Montauro,右邊就是Gran Montauro 所以剛才看到中間就看到有馬里布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定鏡看一看 Gran Montauro,向著日出公園方向 可以看到左邊的LP6和馬里布 至於Gran Montauro,向著日出公園方向 最主要就會看到LP6 就已經完成了 以前有HIGHLIGHT到 其實3月份 Gran Montauro,向著東北面玻璃幕牆 是未做好的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是Gran Montauro,向著東北面玻璃幕牆 都做得很漂亮 整棟由Gran Forte 往上去 其實看到都差不多做完了 至於這個方向 看到Gran Montauro的底座 4月份就有些水馬圍圍著底座前面 我們看看5月份 在Gran Montauro,近住馬路出口的最新情況 看到水馬開始取消了一些 這邊的地面 重新鋪了一個石屎面 另外它也加了一些金屬的閘 攔住了這個入口的位置 我們換個角度看 其實這裡的地面 它也重新鋪了一個石屎面 右手邊有一個角度 有鋪了一些植物 甚至已經放了一些樹 這個角度就是Gran Montauro Gran Forte的位置 現在最新的情況 另外一邊 這邊就是向著馬路 這邊的水馬都搬走 沒錯 大約出口的樣子就可以看到 剛才那兩個位置 大約做完的樣子是怎樣 這裡我可以借回 Gran Montauro 售樓時有一個模型 剛才那兩個位置 你看到 它應該預計做完的樣子就是這樣 所以跟模型比較 然後看來這方面 都應該做了有七成左右 到八成 我們看完地面的情況 根據這個模型 就數上去看看 上幾層的 即是底座 Gran Montauro的底座情況是怎樣 這幅相其實就是 5月30日最新的情況 你看到右下角 就有一條橋 就駁回首都的位置 其實你也想到 橋的上面 就屬於 Montauro和Gran Montauro的 回所部分 橋的那層 就會是商場的部分 所以這條橋上面 你看到 這部分是向著 東南邊的回所位置 其實看這幾個相片 跟剛才完成的模型比較 你看到外觀相片 其實都七七八八的 當然 在回所的上面 其實就是Gran Montauro的底層 你看到 這裡增加近一點 你看到 譬如露台那裡還差一點 但譬如那些主要的東西 譬如左手邊 你看到冷氣機 那些位置 其實都整齊了 如果再看高幾層 你看到 其實上面那些 都整齊了一百八的 不如我們去那邊看看情況 左邊這裏 其實就是直望 就是Montauro 右邊這裏 就是Gran Montauro 然後 底層由Cup House 看上去 大約 這個角度看過去 就是這樣 然後 下回來 就會看到Gran Montauro的底層 而同樣角度 向右看過來 就會看到底層的回所 和Gran Montauro的底層 這邊看上去的 市場情況大致上 這邊就會向著 東面或東北面 東面平台來源方向 所以 看完影片 和剛才定格的照片 大約都知道 看來高層的進度 就會快過低層一點 所以 我會移動一下 就是 Cup House 在這方面的位置 的情況 下面這條橋 其實就去到 領都 領方 和領海的 接駁商場橋的位置 即是那裏 是商場的入口 剛才也看過 兩條橋 接駁商場入口 進去是怎樣的 其實這位 就是首都的橋 走進來的情況 你看到 右邊有一間 Curco K Curco K 對面 其實就是 Grand Montara 和 Montara 住客的商場 的入口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 就貼了一些 膠紙 遮住 裡面的樣子 再向前走 已經到 這個 流冰場 我們看完 這邊底座 就看回橋的另一邊 手刀駁過去 就是Grand Montara 和 Montara 另一邊 底座的施工情況 這裏就相隔了一條馬路 反而這邊 拍攝的影片 之前分享會比較多 因為這裏 就涉及了 動感公園的一部份 現在看到 是4月份的情況 看見 其實這邊 有個 無障礙通道 因為這條連接橋 左右的高度 就不太一致 博尼首都這邊 其實還有幾間店 所以 也有個 無障礙通道 方便些 街坊 其實這裏 起完的樣子 是怎樣呢 大致上 我們可以在模型 略之一二 最盡頭 其實就有個 階段位 中了幾多樹 好 我們即時看看5月份 最新的情況 要見到 感覺上 跟4月份 相差不遠 望海模型 其實相差很少 剛才那裏就是頂層 在地下網上 其實大致上外面的外牆都已經整好了 好 好 我們很快就看完 Montara Grant Montara 還有 這部份 動感公園 最新的施工情況 多謝各位收看 下一集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想看 Montara 或是Grant Montara 之前的施工情況 可以跟這段片 做個比較 可以去看 之前的片 來 Vippy 豬仔頻道 YouTube 網頁 選擇 配列 上面 中間的配列 最頂 在配列 其實有一些不同的配列 Vippy 將影片分類 放在配列 你可以選擇 約束康城 屋苑的施工情況 可以找回 Montara 或是Grant Montara 甚至是東邊平台 之前的施工進度 但如果你比較習慣 看回 Facebook的Time Sequence 的資訊 Vippy 主要的頻道 也有個群組的頻道 歡迎你加入我們 在這裏 你可以有個Time Sequence 去看看 日出康城的資訊 時時留心即學問 如果未訂閱或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Ruby channel Ruby channel